大家好 我是风水达人 Jane和一圈老师 欢迎来到Guardian 龙年好运道 那么去年呢 校舍的朋友呢 运势呢 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但是来到龙年呢 运势呢 相当的畅旺 今年是属于盘榜当中的 第四名 是属于喜事降临的一年 由于有这个天玺 桃花星的降临 人员运呢 相当的不错 再加上有这个太阳 代表男性贵人 运区呢 确实是一级棒的咯 财运方面来说的话呢 是相当的畅旺 不论是打龙玉族 或是从商的朋友来说的话呢 生财能力呢 十分的强 再加上有这个意外之财 所以在用钱方面呢 十分的送动 今年命空中有这个叫做天空 代表容易乱花钱 再加上有这个截杀 容易因为朋友而失财 所以在用钱方面 还是要十分的谨慎小心 健康方面来说的话呢 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命空中只是有这个叫做 毁气 特别容易发脾气 至于男性的这个笑舌朋友来说的话呢 今年可能因为应酬特别的多 特别要小心这个酒色伤身 基于女性来说的话呢 今年特别容易发胖 所以在今年期间要注意饮食咯 感情方面来说的话呢 今年因为有这个天喜桃花的降临 所以当生的朋友呢 一心圆相当的不错 有机会认识到你的心仪对象 既还在恋爱着的你来讲的话呢 确实是谈婚论嫁的一年 不妨可以考虑在今年呢 就是注册结婚 那么自己已经结婚很久 很想用BB的你来说的话呢 是一个怀孕的机会 今年喜事降临的机会相当的高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机会咯 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今年因为有太阳性的降临 男性贵人呢特别的多 无论是打工一组 或从事的朋友来说的话呢 不妨多一点留意身旁的 这个男性朋友 他们可能就是你的贵人 那么今年因为有这个天喜桃花 就有这个名气增加的这个机会 那么当然今年也是有这个截杀 代表拥有这个小人是非 所以还是要保持牵后的态度 在这个学习方面来说的话呢 今天的头脑特别的灵活 学习能力特别的强 只是要特别注意情绪方面的管理 能够影响到你这个交友方面的发展咯 像手朋友今年的开运颜色是 红色 紫色 橙色 所以开运铁士呢 只是不妨多一点出席 男性聚集的地方 可能有机会认识到你的贵人 也可以考虑呢多花时间呢 在这个皮肤保养和壮扮方面 可以考虑呢多点使用这一类型的产品 最后祝大家在农年 有个不堪热利的一年 百分百真实好评 千临床面照 Icon Criptiote 你于是就爱上 Sky High Waterproof Mascara Now Boarding Limitless Link and Volume Maybell New York Skyntific 5x Ceramide Barrier Moisture Gel My Secret for Healthy Skin My Secret for Healthy Skin